所以佛真的是帮助人离苦的路 那么一般人只重视现前的苦路 这个错了 我们要重视永恒的苦路 这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 永恒的苦是六到十发节多苦 十发节的苦轻四顺发节 六到的苦重 三度特别重 地狱是最严重的 十节之长是没有一定的 在这些境界里头 换一句话说 没有时空 特别在地狱 地狱没有时空 受苦无间 不间断 爱因斯坦在 核爆地狱 这是他附体来给我们说出来的 海豹地狱 它是这个核子弹的时候 一个一个接着爆炸 没有停止的 非常非常痛苦 人在核爆之下 整个身体都变成灰了 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每一个细胞 都是几千摄氏度的高温 非常痛苦 他说的 地狱里的 最痛苦的地狱 就是海豹 人不知道 真地一再呼吁 不可以再活发战争 发动战争的人 将来跟他受一样的罪 真是苦不堪言 他说的很好 制造核武的人 发号实令的人 其战争念头的人 执行 去投掷的人 统统是无间地狱 核子弹爆发 死伤的那些人 那都是你的冤情代主 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 你造的也可重了 唐太宗在抵御 杀人太多 那个是 是刀枪 是弓箭 他能杀几个人 太有心言了 海独无间地狱 海独无间地狱 六大轮回 这才叫 历苦的路 永远历开舍法界 历开舍法界了 那个路就跟极乐世界差不多 极乐世界是非常殊胜 一切诸佛刹土 都没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 这个道理 我们讲的很多 讲的很清楚 大家要记住 为什么极乐世界殊胜 极乐世界是极 阿弥陀佛无界时间的参数 是极获一切诸佛 刹土里面的真山霉灰 而成就的 所以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 极乐世界统统去除 诸佛刹土里面 还有一些欠缺的 不管善的地方 极乐世界没有 它是第一了 我们这一生有缘呢 遇到了 遇到要有高度的紧急性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是世尊对我们 无比的恩德 理究尽苦 得究尽弱 那不信 这太可惜了 那不信就没分了 佛没有办法 读他 一定要真心 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要把这个时间看破 要把人生看破 要把人生看破 谢谢大家 Vai 给我 我